这是夜晚在越南的最南部城市 胡志明市 也是对标中国上海的一个城市 在这里去逛街的时候遇到了 在胡志明市俗城西贡 这里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它有各种夜场 还有各种这种娱乐场所吧 都有 所以在这里无论是你去观光也好 还是说去休闲也好 它都有对方去 这就是水村奥黛馆 都会越南语也没关系 不过你要会英语的话 这里沟通更方便 因为他们胡志明和你很多都懂英语 但是呢 如果英语也不会也没事 他们也会说中文很多 看到这里面人很多 有两点 越南女孩有个特点 就是他们皮肤很好很嫩 很白 然后在所有东南亚国家当中最好的 泰国女孩很黑 大家都知道 越南他们出门在外都 头脸都包得严严实实的 所以皮肤都很好 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 越南它是分第一郡第二郡 还有这个第三郡的这种 郡的说法 就是相当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的 一般在第一区的住宿吃饭 还有娱乐也会比第三区 比第一区更贵一些 因为它是更接近市中心这里 他们市中心就有西贡河 还有那个最高建筑那个金龙塔那 胡志明的特产就是这边南部城市也有产那个红帽单过 跟山竹都是南部城市特产 再有就是他们这边 南部城市天气更热点 各种女孩美女穿的衣服会更少些吧 更性感些吧 再有就是南部沙滩很美 不过今天在这逛了 最后去其他地方玩了 他们也不在意 因为很多中国人 韩国人 还有其他的东南亚 其他的富有国家的人到这边去玩 还有日本人吧 这个洗脚店 按摩店 还有SPA店 可以说是有点遍布其中 就在这大城市里面 轻逻起步的 在越南胡志明还是很值得来的 上次那个朋友来 一个月来两次了 他还是有工作的时候 过一段时候他还说还继续要来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吧 反正这边很适合中国人来休闲娱乐度假的 今天就到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